你对媒体撒谎 看起来像是暂时度过了眼前的危机 但实际上根本就不利于宋子豪后面的发展 你害了他 我为什么要替宋子豪着想 他是注定反不了身的了 我现在更想的是怎么自保 就算我这次失败了 我也要拉上你跟司达等颠备的 你为了自己伤害艺人 你根本就不配做一个经纪人 若兰姐把你当弟弟 你这么做让他怎么办 我是会成为他的负担 可你呢 你只会给他带来伤害 那你不是在伤害他吗 他都被你逼走了 那我从始至终心里也只有我姐一个人 我能做到专一 忠贞忠诚你能做到吗 我告诉你 你不用装可怜 我不会同情你的 你 我告诉你 死很容易 如何坚强地活下去才是最难的 作为死打的经纪人 我有义务保护他 不过今天下午 这是他的续约一事 我希望等他签完约 我就离开公司 我不想吃饭 我不想睡觉 我不想逛街 我只想你 在我的身边 你需要我吗 所以我不可吗 我和他解除经纪关系 你就可以做经纪人了 你不是一直以他为榜样 你不是想做经纪人吗 做经纪人你不开心吗 你不让他做你的经纪人 是因为你不能跟经纪人谈恋爱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实现你的梦想 对此我衷心地祝福你 我不要祝福 但是你构想的未来里面 已经没有我了 我希望你可以朝着你的目标 勇敢地向前进 因为那也是我的梦想 现在也可以试 现在不可以试了 为什么不可以试 你再给我一次几回吧 我欠斯达 陈飞尔 是看中他们的商业价值 事实证明他们也为公司 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不是吗 至于若兰呢 她是我的私事 跟一时尚无关 还有 杰静虽然走得很快 但她永远到不了头 老西你知道我最烦你什么吗 我最烦你像个圣人 高高在上的这种教育人 通知他们 明天一早 开始收购过分 是 那伤害了两个 我最在乎的女人 得付出代价 你要怎么样才肯放手 你跟我在一起 我就收手 我不想金莫输 那万一她输了呢 就算她输了 我也会陪她东山再起 我相信她 她既然有可以让意识上 到今天的能力 她也可以重新再来 这一切好像都是我错了 是我逼她走的 对一个人动心没有错 喜欢一个人也没有错 错的只是 那个人不喜欢你 回玉兴吧 那里才是你应该待的地方 那里才是你的梦想 你守护梦想的时候 是会发光的 你在守护意识上的时候 是不是也在守护梦想呢 意识上和你 都是我的梦想 所以我要一直去减少他们 绝对不会放弃 有可能是医生哦 第一站要去哪里 第一站 我幻想过无数个地方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约会 也是最后一次 我想把之前的幻想 全部变成现实 你现在呀 可是偶像 到哪里都会被人家认出来 千万不要去那种狗仔队 牌到的地方 要不然我还要帮你 解决事情知道吗 哎呀 知道了 知道了 你放心吧 我专门设计过的 绝对不会让人看到 这是许总和钱总的 股权转让书 现在我的手上已经有 一时上百分之十的股权 是一时上第四大股东 所以我个人觉得我 有权利 进入董事会 也有权利 获得董事席位 赵总 我刚刚得到消息 一时上十五个股东 咱们已经靠近八个了 季磨这把肯定有滚蛋了 我知道你是因为我才恨季磨的 我已经不恨他了 我原谅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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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小到大 你都是最宠我的 你都是最宠我的 凡事都医治我 你就在意我一次好不好 季磨 我的妹妹我了解 你同样也了解 你明知道她对你言听计从 你把一时上还给她 跟放在你自己手中有差别吗 股份 权利 利益 不还照样你说了算吗 不是所有人 都跟你一样为力是土吗 一时上对我来说 不仅仅只有利益 那太好了 我想让你失去的 也不仅仅是利益 而是遗弃 转告赵总 路该怎么走 我清楚的啊 是啊 王总 这人有时 还真得为自己多考虑考虑 毕竟除了自己 没有人会真的替您着想 尤其是这利与弊 咱可得定量好 稍有不慎 全盘结束啊 王总 钱 并不能解决一切 那只能说明钱 还没划到位 赵总 你回来了 少丫头 她的这个梦里面已经没有你了 我现在要做的 是帮你把她夺回来 帮你把她抢回来 帮你把她抢回来 让你重新地拥有她 很难懂吗 而且金默 她就应该为她的所作所为赎罪啊 这个逻辑很难明白吗 该说罪的人是我 不是她 她说得很对 她已经不是三年前的寂寞了 我也不是三年前的苏小 我们之间已经彻底结束了 好 你们俩可以结束 但我跟她之间 没那么容易结束 哥 哥 哥 算我求你了 哥 你别 金默 我自私地请你 原谅我哥哥之前做的事情 因为 他这样都是因为我 好不好 他这么做 也都是因为我曾经的错过吗 不是你错过 是我错过了 为什么总差一米啊 因为 我们现在的距离就是一米 我留一米的距离 等你来找我 如果总是追不上你的话 那你愿不愿意回拨头接我 然后 然后陪我一起走 这个地方每天有这么多人齐齐约落 有人来有人走 能相遇或是相识都是不愿 只可惜大多数的人都只是错过 是啊 错过是长奈 所以相守的人才最珍贵 我一定会把你追到手的 你不许追我 你不许追我 不许追我 不许追不许追不许追 盈天莎 这一次 我绝对不会再放手了 听我说 你以后要是伤心难过了 就可以随时来找我 我这个大明星的胸膛呢 可以免费见你抗 这可是你专属的 今天这个奖 是我踏进这个行业来的 第一个奖项 它对我意义非凡 所以 我也想要特别 和一个人分享这个奖 它就是我的经纪人 独孤若难 从今往后 我不再会和任何经纪人合作了 我决定 就此退出娱乐圈 我已经找到了那个 能够让我用一生 去守护的人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支持我 并为我开心的 对吧 斯达 你拿到了新人奖 也算实现了他的梦想 希望以后他们两个人都 一切顺利吧 这都是他们的选择 不过 你跟着操那么心 我没有操心啊 因为我的选择是你 谢谢你一直在我身边 我准备 给他一个独一无二的求婚仪式 但是需要你们两个人的 参与 和见证 让我们两个人见证是吧 让出场费很贵着 那也得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